大家好 网球老梁 咱们聊了这个费天王的 挂牌方式 咱们再聊一聊这个 纳达尔 德约克维奇和斯瓦泰克 聊了他们这个挂牌方式 还是老办法 通过他们的打球方式 来暴露和推导出他们的挂牌方式 纳达尔打球方式最显著特点是什么呢 站得远 机球点低 他喜欢 打机球点低的球 那么这个就说明他的挂牌方式 偏向东方 另外他他打过球呢 非常转 非常转的话那么他们的球他排一定也偏向西方 所以两种两者一结合 最大纪律最大可能性就是 半西 他过的方式是半西方式 那么再可以多说两句 纳达尔为什么采取这种 同测随晖的这种打法 由于他的 他的打球 其实每个人都要发挥自己的最大优势 而纳达尔的其实最大优势是什么是体力 奔跑 所以说他可以 站得远 他的奔跑复干范围大 对吧 所以说 当他 站得远的时候要去救一个球 他是不是要快速奔跑过去 而快速奔跑过去的时候 这个中间如果他需要他是喜欢测身打球的话 这个测身就会影响到奔跑速度 所以说他不能测身 他就直接跑那 跑到那以后 就打 而站在那 开放式的跑到那 最有力的机球方式 那就是 同测随晖 所以说他的这种同测随晖的这种打法 和他的自己的 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和优势 是息息相关的 因为其实他也会这个转身打法 那当然会了 他的球场上 如果说不是那么 节奏那么快的时候 他也经常会用的这种 转身打 转身机球 这是没问题的 那么 德雅科威西呢 德雅科威西由于你看他的站位 是不是太靠后的 他打球基本是 高阶低档 非常从容 然后打球节奏也很快 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就可以 判断出来 他打球方 基本上就是 偏西方式的 因为还有一个细节 他是区别 他是非常明显区别 区别 你只要是你只要看一个人他是区别机球的话 他的握排方式基本都是偏西方的 那么 这种情况 就可以解释他打球的这个风格了 因为你你高我不怕 因为我是偏西方式打球 那我就可以直接给你 直接给你就抽回去了 那么如果说你低的 如果球在第一次偏西方的这个 握排方式他在跌 低球是会吃力一些 但是呢 德雅科威西他的身体的柔韧性非常好 他他打球的时候重心非常低 他降低重心呗 这个问题不就一下 迎而解了吗 那么 斯瓦泰克呢 其实斯瓦泰克 整体来说他的球风球路 其实和 德雅科威西是最像的 他基本就是 女版的这个 这个 德雅科威西 只不过说 他的那个 节奏的那个快速 节奏那个那个快 在女子运动中 显得特别快 显得特别快 所以说他的这种 握排方式 应该和德雅科威西是一样的 至少是差不多 也应该都是 西方式的握排方式 这附近的 希望大家 有不同意见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大家一探讨 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